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人间人爱 花进花开,车进车胞胎的选业美食 大蒜是我们厨房中必备的调味品之一 可是这个大蒜 我们去皮呢,非常的麻烦 要是我们直接用手这样剥的话 这个大蒜里面含有辣椒菌 它就很容易伤走我们的皮肤 这样我们要是剥一两个还可以 要是剥得多的话 这个手指呢,就感觉辣辣的 一点都不舒服 如果要是指甲短的话 很可能还会伤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去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 给大蒜去皮,不用手剥 只需用到一个瓶盖,就能轻松搞定 太省事了,大家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一般呢,要是我们加面用得多的话 首先呢,我们肯定要先将它掰成一小半一小半的 来 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找来一个这个瓶口比较大的塑料瓶子 把需要剥的大蒜分成小半之后 放到瓶子里面 选塑料瓶的时候一定要选稍微比较结实 均硬的 我们把刚才剥出来的这里全部放进去 放到瓶子里面了之后 然后盖紧瓶盖 遮瓶子像这样 直接拋打 现在我们敲打了半分钟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大部分都已经打开了 有一些还甚至剥出来 我们继续拆打 我们再摇晃半分钟后 现在大家来看一下 里面的大蒜 大部分都已经脱皮了 好了 我们将它倒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最好要选一个大一点的瓶口 才方便倒出来 大蒜的大部分皮都已经脱出来了 我们就直接这样把它拿出来 然后有一些脏在上面的 我们再稍微刮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快速呀 大多数都已经脱落出来了 干干净净的 有一些不脱的它也很容易剥出来啦 这个方法我们是利用了撞击的方法 将这个大蒜的皮给撞击破裂 然后就将里面的大蒜给脱落出来啦 一分钟我们就可以剥得一大盘咯 可是这个方法剥出来的大蒜 它是因为利用了撞击的方法 所以大蒜呢表皮有一些破损 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我们再马上利用大蒜 而且大蒜用的数量多的时候使用这个方法 要是我们剥出来留着放置的话 那么这个方法它就不可行啦 因为大蒜表皮破损 就很容易氧化变质啦 下面我们再来教大家 第二个方法 同样我们也需要将它剥成小棒 然后我们就两手像这样拿着一按 这样这个大蒜皮呢就裂开啦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裂开的这里这样剥 它就很容易的剥出来啦 非常的快速 再来试试 这个方法如果是我的粉丝朋友之前看过的话 也知道我之前教过大家使用这个方法来剥大蒜啦 再来剥大蒜 让它没有被受损的话 我们就可以留着放置 这样它就不易氧化啦 这方法也可以适用于我们平时用扫的时候 这样按一按 然后就剥一剥就可以啦 大蒜皮裂开了 很容易剥出来啦 又快速又不伤手指 也不伤这个大蒜 这样放着它不易化 比第一个方法更实用 第三个方法 我们用到一个瓶盖 一样也是先将这个大蒜 掰成一半一半的 然后我们将瓶盖 倒扣起来 像这样 用它这个瓶盖口的这个筋的部位 像这样 来剥就代替了我们的手指夹啦 这样来剥呢也不会伤我们的手指啦 也是非常的快速 像有一些脏在这个表皮上很难去掉的 我们就直接这样轻轻一刮就去掉啦 手剥大蒜就是非常的散了 有时候我们剥完呢 手辣辣的有着伤着感 那样就会非常的难受 那么我们用瓶盖来代替手指夹呢 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啦 并且我们剥出来的大蒜也是非常的完整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剥得一大盘啦 非常的快速又干净 我们在做菜的时候 很多菜谱都离不开大蒜的调味 就比如炒青菜 少了大蒜 就像生活中没有了味精一样 看完赶快将这几个方法收藏利用起来吧 这是花勤都买不来的哦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不迷路 拜拜咯 好吗 好吗 них 就 对 了